新加坡的特色为世人所瞩目 不论是经济发展 国际的船运中枢 国际金融中心 此外,新加坡还注重旅游业和服务业 吸引许多旅游客多次来到新加坡 在精神方面 新加坡包容各种国籍、宗教 许多著名的佛教团体 其中就包括了泰国法僧寺的分院 新加坡法僧寺 这所寺院集合了当地前程新加坡人士的护持 我们还没有任何处理的中心 在那时我们已经开始了 跟 Queenie 我是学生的 跟 Queenie的教育 wahr pass and then she started to theerei Fire meditation after the class of yoga and then I joined in and then we couldn't reduce the medication to all of us and then when you have a group of a interested people we want to look for 所以我们在银魂街 找到第一届地点 所以他说是 龙皮松给开始在那边指导我们 接下来呢 就是 因为一年的时候 信徒开始进座办 第一届在那边主办 所以信徒们慢慢增加了 地方也比较窄 觉得不够 所以我们再慢慢再选一个比较宽大的地方 第二个地方是在那个波东巴西 在那里我们大概待了五年左右 所以继续再开办那个静坐办 大概办了几届 就是信徒跟三知识们是越来越多 加上后来政府要征用那块地 所以我们决定又再选地方 然后又再搬 搬到最后是在阿佑一个地方 是叫南安会馆的 南安会馆我们大概待了 大概是有 也不是很长的时间 三四年左右吧 然后他们又要请那个租金 他们觉得蛮昂贵的 所以就再搬 搬到这里现在是 我们大概有六年的时间了 我们大概有六年的时间了 大概有六年的时间了 我们大概是在一年里 所以我们已经在八年里 已经完成了 十六年以来 新加坡民众 对修行的兴趣逐年增加 而修行者也得到了生命的改善 寻得真正的幸福 因此为了可以容纳更多人 新加坡法身寺也多次扩充面积 目前位于巴耶利巴AC大厦 已无法容纳每个星期到来修行的 新加坡人士 对我本人 我在2002年的时候 在之前 其实我不是一个佛教徒 然而 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人比较情绪 会比较情绪化 然后 无论做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集中 当我接触到法身事的时候 我就参与了那个初级静坐板 它是我人生的转捩点 刚开始 其实我对佛教完全都一无所知 因为我只是偶尔去那边拜拜 哪里朋友讲哪里拜拜 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 我对宗教反而 一无所知就对了 当我学了初级静坐板的时候 其实我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还有加上师父所教的佛法 对我人生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力 我觉得新加坡法身事是一个很特别的寺院 因为在这里我们能够学习到静坐 而且能够学习到如何的改变自己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能够让我得到很大的好处 都开始来法身事 在还没有认识法身事的时候的生活 跟认识法身事之后的生活 都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在守五届方面 凡是五届的东西都没有做 认识了法身事之后 尤其是在这三年里面 都真的都有开始守五届 然后在品行跟性格方面都改了很多 尤其在脾气方面 所以我认为法身事在新加坡 对其他人我相信也是非常重要 而现在是法喜充满的时刻 因为新加坡善知识们将会同心协力 建设新寺院 成为十方善性的心灵归属 这所寺院会举办多元化的佛教活动 并开放给不同种族、肤色或信仰的人士 参与禅修活动 在2015年6月7日 众善知识们一起参与 第一根地基柱贴金箔仪式 在榜儿区新寺院的建筑范围里 由Prakupavana Givite法师 带领大众一起参与仪式 仪式中 僧俗二众 静坐修行和许愿 然后列队贴金箔于第一根地基柱 成为了历史性的一刻 这第一根地基柱 将会在奠基仪式被打入 建造新加坡法生寺 在贴金箔纳大众 当而其实对我来讲 我的感触蛮深深刻的 因为终于在新加坡本土 我们终于杂根了 我们可以建造新加坡本土 我们现在开始建造新加坡本土 我们可能会开始建造新加坡本土 然后我们将建造新加坡本土 我们将建造新加坡本土 我们将建造新加坡本土 人们非常感兴趣 我们将建造新加坡本土 去找地方 我会说 大家都很感兴趣 我觉得我们在新加坡法生寺 所主办的每一项活动 都非常有意义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永久的中心的话 更大的场地更大的空间 我们就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来学习来参与这个活动 从中呢 他们也能够告诉更多的新加坡人 然后会邀请更多的人 来到我们这么好的地方来学习 然后他们也就会发心来 护持这个地方 这个场所 我们的新中心 在贴金箔之后 善知识们就为来临的打地基仪式 准备场地和用具 为了在2015年6月13日的 奠基仪式 每个人同心协力 分工合作 双手拿各种工具 以发喜心行善 气氏 气氛充满和谐快乐 且发喜充满 感谢观看 所以昨天的法会 对我来说 这一生都永远万不良 尤其当师父 领导 每个新中们 每个大德们 都积极地参与所有的功德 把场地清理好 把沙子铺满整个场地 遗均干干净净 把那些所有的柱子都游上 漆上那个金色 你看每个人的参与感 我相信每个人都一样 跟我同样的体验 必须难忘的 这份功德 就是奠定 新加坡法生士的历史 的开始 第一 就是说 让更多人有机会 接触法生士 学习打坐 然后就是好像我这样 开始守五届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有自己的一个中心 因为在每次看泰国法生士 开始接泰国法生士的时候 真的很羡慕 看到每位有机会参与 然后现在这个机会 在我们新加坡 有机会从零开始 能够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来制造一个永远的新加坡中心 是觉得很发喜 当然是很开心 终于新加坡有自己一块的 新加坡法生士 在泵沫那边 因为我的感想是 从零一直到起初的一间 然后慢慢的就搬迁搬迁 没有固定的一个自己的寺院 所以现在终于在这个泵沫这边 找到一块地建立自己的寺院 真的是蛮 发喜充满很开心 希望接下来的就是说 固定了这段时间呢 就能够继续开办龙壁他们 继续指导我们开办这个金座班 指导龙埔主师所学的 所教的金座法门 然后继续延续我们世世代代的 新加坡人民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地方 然后学金座 让我们自己有一种深信的感觉 希望这世世代的长久下去 永远在这边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善知世 对佛法有如此坚定的信仰心 已经造就了虔诚心的现象 未来新加坡 将成为佛教徒的心灵归属 并且让各种族 能一起进行修行静坐 和主办各项佛教活动 培养新加坡人的道德 因此 新加坡法僧寺 将会是一所重要的场所 我们新加坡善知世 致力于将新加坡法僧寺 圆满的建设 并齐心护持 和推广各项进化人心的活动 让他成为新加坡人的心灵归属 让佛法永存于人世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